Mathilda是11歲大的雌性成年馬 有著棕白相間的皮毛 Mathilda屬於品種優質的馬 她的祖輩和父輩曾經獲得牛仔節馬術比賽的冠軍 Mathilda加入休斯頓騎警 是出自於一次偶然的機會 Mathilda和她的主人Murray夫婦居住在休斯頓的Akers Homes地區 這個地區有傳統的養馬文化 有三分之一的人都養馬 當地的警察常用騎馬的方式來巡邏社區 維護治安 一天騎警在社區巡邏時 遇到居民Murray女士 兩人交談得很投機 Murray女士看到騎警的馬 也忍不住邀請警察進來看看自己養的馬 我想邀請他們去看我的鞋子 因為我很誇張 過程中Murray女士得知警隊在招募馬匹後 立即將自己的一匹好馬Mathilda推薦給警官 警隊後來發現Mathilda具有很好的素質 相當驚喜 Mathilda性格溫馴隨和 正好適合當騎警的馬匹 Mathilda進入警隊後 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了多項訓練 包括應對各種刺激 人群 噪音 城市喧鬧 建築工地的轟鳴聲 還有暴動事件中的憤怒人群 揮動的標語牌等 騎警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控制人群和場所的秩序 Mathilda現在已經是一匹合格的警隊馬 而她的主人和警員如今也成為很好的朋友 在11月的感恩節期間 如果休斯頓恢復舉行節日大遊行 Mathilda有可能會出現在遊行隊伍中 作為幾名合作大使和大家見面 新唐人記者葉永吉 休斯頓報導